在富邦仁壽跟荒野保护协会的号召下 川沛志工仔细地走访头前夕的河岸跟海岸 监测废弃物分布的热点 调查的结果显示新竹头前夕有八层垃圾 集中在一层的河岸段 集中的热点在头前夕跟上平夕河段 在这个川沛调查的资料开始出来之后 那我们在陆续公布了以后 也开始得到公布们的注意 跟关心 在这中间也很多的民众看到这些资料之后 他们会自发性的主动去 在生活上做到减速这样子的行动 对此头前夕的主管机关 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局长杨仁杰表示 而河局长期推广在地人关怀水资源的活动 一直都非常鼓励民众要关怀家乡的河川 非常感谢富邦仁壽跟荒野保护协会 一起为新竹居民的水环境尽一份心力 后续也已经有相关的配套跟规划 会持续的跟新竹民众一起守护头前夕 那处理大概分成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沿头的一个减量 第二个是防止的一个措施 第三个是最后没有找到行为人 就是轻硬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希望爱物河川这个工作 是希望透过工部门跨越的合作 公私协力 让我们的这个河川环境未来会更干净 致力推动川沸快筛计划的富邦仁壽 已经吸收荒野保护协会 完成了台中乌西跟新竹头前夕的 川沸快筛调查 希望能够借此集结相关的政府单位 NGO以及企业的力量 一起推动河川保育 体育的活动 那尤其公寓的活动里面 我们对这个地球的软化 我们特别的重视 所以我想我们也有在做一个 所谓的run for green 就是这个植树运动 那我们觉得这个植树运动 跟我们的一个川沸可以是做结合的 因为都都是森林的保育 河川的保育 所以我想我们是基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觉得说这个净滩以外 我觉得川沸也跟净滩一样是重要的 保护我们的水汁也让我们的国人 喝到干净的水 调查报告出炉 只是净穿护穿的另外一个起点 要有优质的头前夕水环境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从源头减速 减少废弃物生成 并且阻止川沸从河入海 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记者林彦斌 蔡文琪 新竹采访报道